欢迎收看屈基观察 纵观环宇 洞察先机 我是吴俊鱼大宇 最近在荃湾的街站里面 就遇到很多屈基观众 向大宇投送肯定的眼神 还有充满鼓励的握手 真是十分 十分之多谢各位的支持 但可惜过程太匆忙 未能够和大家深入交流 所以大宇开设了一个WhatsApp 大宇荃屈基公告栏 欢迎各位荃湾的观众 就着荃湾的社区问题 一起交流一下 指导一下大宇的地区工作 公告栏里面 你的电话号码 不会被其他成员看到 可以直接WhatsApp到大宇 有时跟你自拍完 还可以传回相片给我 请立刻掃画面右下角的QR Code 二维码 也可以点击置顶留言的连结 说到连结 一场耳巴冲突 就突显了网络连结的重要性 耳巴冲突爆发 已经持续了四个礼拜 而随着以色列军队 加强打击的力度 袈裟走廊的局势 就变得更加恶劣 经过过去几个礼拜 严密的封锁之后 国际社会终于提供到 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加沙 绝望的加沙人民 就涌入了仓库 增相抢夺食物和生活用品 加沙人民 以及整个社会秩序 已经彻底崩溃 然而 这样的悲剧状况 并没有令以色列收手 相反 他们想要封锁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状况 同时加强打击 以色列军队以防止暴露军队动向为藉口 向美国多间的网络通讯企业提出请求 要求关闭加沙 和以色列的即时交通状况 因此 Apple Map和Google Map这两间的美国企业 亦都应耳军的要求 纷纷关闭地图导航的部分功能 切断加沙地区的网络和通讯讯号 而之前Google的Google Map和Waves应用程式 亦都采用了相同的行动 而这个做法就发生在以色列计划 派遣几万名士兵 潜往加沙走廊 追捕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时候 同时 耳军亦都透过凶杂 摧毁加沙地区最后两个国际连接点 于是Elon Musk就采取了行动 他派遣了一支专门的团队 潜往加沙 与当地人合作 尋找和收复通讯网络的关键节点 这支团队经过艰苦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负责地面通讯连接的部门 并且成功安装了星链的终端机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加沙的居民感到无比的恩惠和感激 因为他们终于可以重新与外界联系 此外以色列方面就发出了强烈的反对 表示将会采取一切的手段 来对抗这一行的做法 其实除了星链之外 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技术系统 可能会为加沙提供支援 说的是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系统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与美国的GPS系统类似 但是在某些方面是根据优势的 北斗系统可以在无网络的情况下 为受影响地区提供准确的位置信息 这样对救援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今集大约跟大家讲讲 北斗系统为加沙带来新希望 华春莹相与表达态度 在节目开始前提提大家 记得订阅WGTV 留言 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在10月初爆发的尾巴冲突当中 世界的目光也再次聚焦到中东 尤其是以色列和加沙走廊 这个地区的人道危机 在冲突当中越演越烈 局势迅速恶化 很多无辜的人民受到巨大影响 哈马斯的特集就造成1400人丧生 还有200多人被拘留 以色列计划动员数万名士兵 试图跟随这个恐怖组织 而地图软件当中的即时交通数据 就可能会被哈马斯利用 用来监视以色列部队的集结和移动 而之前Google的地图应用程式 和Waze的地图应用程式 已经关闭了以色列 部分地区的交通警报和数据 这项的更变不单取消了 Google Map的即时交通数据 亦都关闭了Waze当中的其中一些功能 Google 亦都向彭博社证实 这一项的更改是在以色列军方 可能进行对加沙走廊地面入侵的 请求底下所作出的 Google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其实都采取了相同的行动 而今次就连Apple Map 亦都加入在一起 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 采取了相同的行动 虽然没有像Waze 一样显示类似的信息 但经过现场人士测试 Google Map和Apple Map 已经完全移除了查看交通报告的可能性 他们的交通地图是完全空白的 因此这项新政策似乎就适用于 以色列的所有Google和Apple的导航产品 在这个阶段 你就无法用任何的方式 来检查交通状况和危险警报 今次说的只是尾巴冲突 以色列已经可以要求 关闭了两款地图应用程式 哈马斯无法获取以关的情报 但如果中美发生冲突 美国又会用什么手法来对付我们呢 今次加沙被封锁的紧急情况下 准确的地理位置信息 对救援人员和人道救助 是至关重要的 幸好的是中国北斗系统 可以在无网络的情况下 确定受影响地区的准确位置 从而更快更有效率地提供必要的援助 而除了定位功能 北斗系统还支援短讯通讯 在通讯设备受损 又或者是网络连线不稳定的情况下 这项功能就可以令到救援人员 和受困的民众保持联系传递信息 最重要的是中方的北斗系统 是不受美西方所控制的 因此拥有北斗系统 就将会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光明 利用北斗系统的这项功能 我们可以在人道援助方面 为巴勒斯坦提供重要的支持和帮助 北斗系统将为黑暗中的巴勒斯坦人民 带来一点的光明 事实上我国发展自己的北斗卫星系统 就是正正要为了防止我们国家 陷入类似巴勒斯坦所面对的困境 1993年7月7日 一手名为银河号的货船 就从中国的天津新港启程 原定计划在8月3日抵达杜拜港来射货 然后再前往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和科威特港 但当年美国就以中方非法走私物品为藉口 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 运往伊朗的阿巴斯港 试图对银河号进行非法检查 这次的截停就持续了长达三个礼拜的时间 中国的船员在粮食和饮用水短缺的情况下 就和祖国保持联系 并且拒绝美国军舰人员登船 然而虽然中方坚决地抵抗 但美国不单止直接关闭了该区域的GPS导航系统 也导致我国船员失去方向 在外交谈判和压力下 美国最终同意由第三方进行检查 8月28日美方人员在沙特达曼港附近的 朱科勒海军基地对银河号进行了检查 结果显示未有发现化学武器 并且由第三方签署检查报告确认 尽管美国声称可能存在卸货 或者将货物谈到入海的可能性 但这些船一直都是在美国监视底下 又怎样做到这些动作呢 这件事也令我们中国深刻地体会到 在科技领域实现自主、自强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国家过度倚赖其他国家的科技公司 这样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当中 无疑就会在关键时刻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和控制 更加严重的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冲突当中 这种以拉关系也会成为对方攻击和施加压力的重要招数 威胁到国家安全和发展 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中国就迅速采取了行动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着手进行自主科技创新 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 卫星系统自然就成为了研究和发展的重点领域 经过多年的努力 中国最终成功研发出属于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系统 这项成就不单止打破了国外卫星导航系统 对于中国的技术垄断 亦实现了在这项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 而如今北斗系统已经成为了全球主要的导航系统之一 它不单止在国内各项的经济社会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亦扩展到全球一百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为全球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导航定位服务 北斗系统的成功运作 不单止提升了我们国家的 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亦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促进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多元化发展 而这一场冲突亦暴露了美国科技公司的本质 大约在呼吁更多的科技公司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为人类造福 虽然美国拥有众多领先的科技企业 但是他们在尾巴冲突当中的表现就不如人意 令人开始反思科技巨头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而随着尾巴冲突越演越烈 死在以色列轰炸的人数已超过8000人 然而以色列杀陆的伤手似乎并没有选择停下 11月1日在事先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以色列再次对加沙走廊的最大烂民营进行空袭 面对以色列越来越没有底线的暴行 各方都没有办法再忽视加沙城 无辜人民的现状 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 就用阿拉伯语和英语练续发了几条推文 华春莹提及到目前加沙地带的伤亡情况 并且附上一个数据图 他说六十多名联合国工作人员 一百多名医务人员 和八千多名巴勒斯坦人 在针对加沙的轰炸当中丧生 这是超出了智慧的范围 各个固有的智慧权需要依据国际法来行使 此外11月1日华春莹再度告解地说 还有多少无辜生命逝去才能停止满杀无辜 如果将复仇和报复凌驾于生命 国际法的起码尊重和敬畏之上 人类恐怕将会再次墮入深渊 华春莹也提到八十年前的一段历史 上海曾经为两万名犹太难民提供庇护 中国认为过去的悲剧不应该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不论它的信仰还是种族 在二战期间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导致六百多万的犹太人死亡 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浩劫当中 有一个国家和有一个城市 就成为了犹太人最后的避难所 那就是中国和上海 当时在欧洲大陆上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拒绝接收犹太难民 甚至包括了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也没有正面回应犹太团体的求救 只有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 在1938年到1940年间 冒着被撤职甚至被枪毙的风险 为几千名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中国的签证 这些签证就成为了他们 逃离纳粹追杀的救命稻草 根据统计 由1933年到1940年间 大约有两万名犹太难民 搭船从欧洲辰转地去到上海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知名学者 艺术家 商人和医生等等 中国人民为犹太难民提供了庇护 这是基于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国际主义精神 不求任何回报 事实上 犹太人对中国的恩情是承认的 在2015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期间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 就专专制作了一部名为 《借借上海》的公益宣传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也在片尾亲自发声表达了感谢 他说我们永远多谢你们 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因此在尾巴冲突当中 中国从来都不亏欠犹太人什么 也都没有必要为了以色列 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而华春莹的说话也都说出了 中国对尾巴冲突的态度 就是要尽快落实联合国决议 至于为什么刻意强调这一点 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在过去半个月内 美国曾经两度阻撓联合国 通过有关尾巴冲突停火的草案 第二次甚至动用了一票否决权 而在接连反对了两个关于冲突的停火草案之后 美国就自己起草了一份 但这份草案当中 对于关键的停火、止战这个内容 美国就闭口不谈 而美国的算盘也打得很响 就是要看准了国际社会对尾巴冲突 越演越烈的焦虑 可以说这份草案完全是一份 为以色列背书的文件 它单方面谴责哈马斯 也不讲人道主义 如果这份草案获得通过 这样在美国的撑腰底下 以色列将会在尾巴冲突当中 失去基本的理性 但不出意外的是 在投票环节 美国提出来的决议案 就被中国、俄罗斯 和阿联邮与联手否决了 根据联合国 以及巴勒斯坦卫生部门的统计 在以色列凶杂加沙走廊以来 平均每一个小时 就有11个巴勒斯坦人丧生 在耳军的集击当中 在11月1日晚上 以色列也轰炸了加沙走廊 一间医院的产科病房 加沙地带的卫生部门发言人 古德拉就在接受媒体採访时表示 病房当中有大量的婦女和医护人员 以上加沙地带的无辜人民 遭受到的种种惨犯 就是华春莹女士所敦促的 相关各方 立即落实联合国决议的原因 在加沙当地亦有商者表示 自己当时在买食物 从天移降的炸弹 在无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就跌进人群当中 一时间地动山摇 在尘土和烧烟散去之后 他见到地面上有一个大洞 周围都是尸体 加沙的防务部门人士也表示 以色列空袭发动了六次 目击者形容那天的场景 是用世界末日四个字来形容 救援人员也只能够徒手挖挖生还者 对于这些惨绝人患的局面 以色列方面似乎没有停手的迹象 按照以方的说法 这次之所以发动攻击 目的就是在于要殲灭哈马斯的高级官员 其中就包括了阿克萨洪水行动的主谋 比亚里 以方也表示 比亚里已经在这次的空袭当中被击毙 但哈马斯方面就坚决否认 有领导人出现在营地中 对于这些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有多名的发言人 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为以色列的行动辩护 而其中以色列的克克特宗教 在接受CNN采访的时候 他就很肯定地说哈马斯的领导人 就是藏身于营地入面 在主持人提及这一次空袭当中 有很多的无辜人员伤亡的时候 克克特就有一年无所谓地说 他说这个就是战争的悲剧 同时他也表示以色列军方已经发出了向南撤离的警告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现在不管是加沙城北部还是南部 已经是无一块土地是安全的 而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奈格也表示 加沙北部的地面行动只是一个开始 时机一度将会转向中部和南部 显而易见的是 以色列目前的计划就是只要地不要人 最后大家想说 我们现在电脑所用的系统 都是美国的微软系统 手机用的是美国的苹果手机 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美国产品 都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的网络伺服器在美国 只要美国愿意 我们的网络随时都会瘫痪 美国一封锁晶片 华为就从世界前几名的手机销售排名 跌到只有中国国内的排名 只要美国一句制裁 任何国家都不敢和华为有任何生意来往 我国的发展道路是任重道远 美国对我们的阻力在未来 只会比现在更大 这里是屈基观察 我是吴俊宇大宇 我们下一集再见